神秘兮兮了好久 Sony新手机综算亮相 因为这回他们推出新机 被称之为真相机手机 背面镜头同样搭载三个 但Sony标榜 主要镜头采用跟单眼相机同等级成像技术 感光元件更是具备侦测自动对焦 实体快门按键让手机不只是手机 这个感光元件目前在手机上面 其实算是一个大突破 为了不让iPhone专美于前 不仅Sony推出旗舰机款 小米也预计在双11推出抢攻3C大战 同样升级了处理器之外 电池容量也是一大看点 还有超速闪冲技术 另外业者也在相机上下足功夫 重点特色放在有如拍电影的摄影功能 好 今年旗舰器的趋势呢 其实在拍照当然会有进化 然后包含比如说你可以拍照有很多的特效滤镜 那另外一块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手机厂商现在呢 都在投资所谓的录影 因为现代人喜欢记录生活 随手不用再另外拿相机 手机就能拍照录影 Sony 小米纷纷推出新手机 Google 20号也推出了年度旗舰机款 自行研发新晶片让CPU效能大增八成 显示卡功能飙升370% 因此在离线情况下能翻译更多语言图像 各大厂都推出旗舰新品 相机技术全提升到新高度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